伯母 妈 你 你怎么来了 这大白天冒出会熊来 就喊我妈 这 这谁呀这 就是啊 伯母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这不是我的店吗 我是不是来得有点突然了吗 伯母 最近怎么样 好久不见 小洛洛很紧张 有名为的第六感 有花纸 我真没想到 我儿子哄女朋友的段位 提高得这么快啊 这个店就 那这儿店是小绵自己开的 我早就听言洛说 你自己开了个店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这么巧 正好就路过了 这个店弄得真不错啊 这么繁华的地带 这么有格调的装修 小绵啊 就花了不少钱吧 还好了伯母 正好遇上店主因为装修吵架 离婚了 所以骗子 这理由真够奇葩的 我也觉得店主 多长 你怎么信得来的 你听我解释啊 这店啊 什么啊 东 东 董事长 你怎么办 完了 穿帮了 笑什么笑 赶紧忙你的去 牡泽 你们聊 你们聊 我去做宣传了 拜拜 拜拜 小绵啊 你别怪她了 都怪我啊 都是我不好啊 伯母 谢谢您的好心 也谢谢您帮营落打圆场 但这个店铺 我不能收 我这儿也不算是替她打圆场 小绵呢 是想给你一个平台 让你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 她又怕你心里不舒服 所以这用心良苦 你得懂她 我懂伯母 而且我也不是赌气 我就是觉得 袁洛她为我做了太多 这是我自己的梦想 我应该自己努力 真好 袁洛呀 你真是没看错人 这店是死的 你的才华是活的呀 既然你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那我也不能让这肥水流了外人田 我是商人 你这个店的店租是七万 算上每个月的房屋水电两千块钱 差不多纯利润应该是 这样 每个月的百分之三十充底房费 怎么样 您是说 您要入股 怎么了 还不让我投资你的才华了 现在啊 都要支持大学生创业 我们故事自然不能落下 是吧 谢谢伯母 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行 我看好了你啊 妈 谢谢你 忙去吧 那你们先忙 我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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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帮你忙 别这么懒你看 傻儿子 是不得跟你老妈学着聊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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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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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新娘 嗯 呸 呸 呸 你 你 可 是 在我身体面 你干吗 你们这门店找了多久了 很久 很久 可以了 我 我 没事吧 没事 你很幼稚 幼稚 还有更幼稚的 给你比个心 送给你 恭喜叶老板 新店开业 请问 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吗 奖励就是 新银行 好 过来 奖励呢 这样 好 不要动啊 这样不行啊 对对对对 干活 快点